他您又怎么看接下来这位新的执行长 要怎么样突破崇尾 所以法新社最新的报道就直接说 他上任最主要的难题 就是在华业务到底要不要进行修正 但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其实福克就已经接受过媒体的访问 他就说过了 半导体的脱钩是不现实的 而且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极其重要 因为在去年就正是因为 他们没有办法出货给中国大陆 而导致业绩大幅衰退的一年 而且福克也说了 他会继续跟随现任CEO的路线 而现任的这个温宁克的 他也曾经说过 要跟中国大陆脱钩不现实 所以在在都强调了 毕竟这个公司他如果要获利的话 他就不能够缺少中国大陆的市场 而且美方的打压早就已经超脱了 正常商业的合理范围 禁止我卖最新的产品 那也就算了 现在连已经卖的售后服务 还不让我去做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 就是到底艾斯莫尔会不会同意 或者讲说即便同意之后 他也认为说应该要在程度上 是有所限制跟规范 比如说那我该赚的钱还是要赚 或者讲说 什么样程度的售后服务 或什么样程度的维修 是美方所不允许的 你不能够一刀切 反正就是东西卖完了之后 再也不能够跟客户有任何的接触 这对艾斯莫尔来说 这也是不合理的 放在全球的商业规范 也是不合理 因为未来如果中国大陆 就打这个商业的官司跟诉讼的话 那大陆如果赢了 那美国要赔钱吗 或者是这个接下来 这些光刻机卖不出去的时候 美国要给钱吗 因为过去的案例来讲 似乎也没有 因为对艾斯莫尔最现实的就是 我少卖给中国大陆 将近这个40亿的欧元 请问美国会补偿我这40亿的欧元吗 当然不会啊 那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美国的呢 而且实际上我们说美国的所谓限制 或者是压迫 对于艾斯莫尔这一家公司来说 打压的手段比较有限 因为美国也不可能彻底的得罪艾斯莫尔公司 因为艾斯莫尔也是要出口给美国的许多业界 它也不可能就是完全的绑架了这一家公司 因此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说 它打压华为 打压这个法国的阿尔斯通 打压日本的东芝 它可以肆无忌惮 反正那是别国的企业而且那是竞争者 可是艾斯莫尔跟美国它不是竞争跟敌对的关系 是美国也需要艾斯莫尔 所以即便因为中国大陆的关系 需要对艾斯莫尔有重重的施压或者是勒索 但是这个勒索的状况 其实相对于其他被真正打压封锁的企业来讲 艾斯莫尔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端视这名新的CEO 他有没有办法面对未来的美国的商务部长 其他方方面面的需求 然后提出自己正当合理的一些条件 艾斯莫尔现在等于在美中之间夹缝中求生存 同一个问题怎么 汉庭怎么看 这个荷兰政府最近的动作真的很多 他真的也是非常担心艾斯莫尔出走 因为荷兰近期宣布会投资25亿的欧元给艾斯莫尔 希望艾斯莫尔留任 那艾斯莫尔之前传出出走其实有诸多原因 包括美国的打压以及地缘政治也只是原因之一 其实包含的第一个是荷兰近期针对企业的加税 就是各种的税收的上涨 所以也导致了其他的企业也有出走 第二个是因为荷兰的一些政策 它有反移民的政策 那么在艾斯莫尔的很多员工 其实都是非荷兰籍的 因为一些优秀的人才都是外界 大约四成的员工都是属于非荷兰籍的 所以如果荷兰籍硬要搞移民的排斥 那么对艾斯莫尔公司来说 它就很难生存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出走的相关问题 那因此荷兰政府也知道 因为艾斯莫尔对于荷兰的GDP的比重非常重要 所以才会大幅度的加大的投资 甚至也跑去大陆说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留住艾斯莫尔 然后这个不要脱钩 都是希望能够争取艾斯莫尔的留任 那么目前为止就是所谓的投资25亿欧元 可是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光是损失大陆市场 它一记就可以损失30亿欧元 你荷兰政府投资25亿欧元 这个好像也不怎么样 这好像也不怎么样 所以对于艾斯莫尔如果以一家公司的地位来说 赚钱盈利才是主要的目的 所以如何能够防御美国的重重吓阻打压 然后继续跟大陆保有良好的市场 毕竟艾斯莫尔也知道 如果继续不出货给大陆 未来如果大陆自己研发出了光刻机 那么艾斯莫尔就真的等于是被大陆的市场所淘汰 到时候不是你不卖它 而是你想卖它也没得卖 因为大陆可能自己已经发展出更好的机器 所以这些都是艾斯莫尔在思考的 那么当前最新的状况 就是艾斯莫尔也同意 必须要跟荷兰政府在研绎这所谓新的投资的项目 投资的合约 因此目前看起来似乎留下来的机会比较大 我们提到这三个太空人 接下来他们会在上面停留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做很多的任务 很多的研究等等 其实他们年纪真的很轻 我们刚刚提到都是80后 一个是40几岁 两个其实才30几岁而已 其中两个还当过解放军当时的战斗机飞行员 这代表说新人心血真的很重要 尤其在太空人才的培养 它的重要性又是什么 汉婷 其实在世界各国要挑选宇航员都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以大陆为例的话 基本上都是从空军里面来做选拔 那么普通人要成为空军 可以说万里挑一 然后在千里挑一 才能够从空军选拔成为当中的航天员 而且成为航天员之后 这个选拔还要经过重重的训练 包含基本的知识 从电脑 物理 工程 大器 科学 然后以及包含了上百门的 一些相关的科目 那再来就是体能的训练 包含超重的耐力训练 说必须要能够忍受八倍的 自身重力加速度的一个承载的训练 普通人顶多只能够容纳三倍或者是四倍 甚至如果大家有兴趣 还可以上网去看一些相关训练的影片 比如说必须要在一个 所谓叫做摇晃的鞦韆 就是必须身体处在摇晃的状态 十几二十分钟 全程的忍受 或者你必须要全程的躺在一个床上 然后将近倒立的一个姿势 45度的一个水平 就是在上面吃饭 喝水 坐卧 长达七天的体能训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年轻人 他越来越能够受到重视 那当然因为在过去以来 选拔 因为还要再加上选拔训练的时间 可能是五到十年 所以在中国大陆比较早期的 他可能40岁入选 可是经过时间训练之后 那50岁才飞天 那其实体能上稍微就会比较弱 虽然有经验 因此在月薪的一代 那当然我们选拔的年纪 好像是放宽到从25岁就有资格 能够来做入选 那即便你受过了10年的训练时间 到了35岁后到了40岁 你仍然是非常的 这个体力上是能够附和的 所以中国大陆目前为止 经过了三代的所谓的训练跟选拔 最早一代是在1998年 当时就选拔出来了 15名的第一批的宇航员 那再来是2010年也选拔了 再来是2020年选拔出第三批 所以目前就是神舟18或者过去前两年 神舟17 神舟16 其实所谓的80后 都是在2020年所选拔出来最新的 那现在第四批的选拔员仍然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 它在对于人才的选拔 甚至是培训 都是花了相当大的功能 取了标准化跟话语权 这些都是重点 然后再加上天工又非常的重要 是完全中国大陆自己自制的 接下来对于中国大陆在航空领域的发展前景 影响又是什么 能否超越美国 现在是说赶上美国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超越美国 汉婷又怎么看 其实过去以来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航线技术 是不断地打压 可是越打压 越成长 每个项目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美国的NASA局长 他也公开地表明 我们即将要被中国大陆超越 所以美国的空军参访长 妮娜也讲说我们也快要被超越 所以这一些都是客观的现实 绝对不是讲说中国大陆自吹自擂 如此而已 那要说起到美国的打压 其实最早从1999年开始 美国政府就已经关注到了 大陆的所谓的航天的发展 就已经要求下令上升到了法律层次 就是规定在美国发射的 所有的卫星跟火箭 都不能够使用任何中国大陆的产品 而美国相关的这些产品 也都不能够出口到中国大陆 哪怕是螺丝钉通通都不行 所以当然了就是中国这方面 也是备受到打击 那么再来就是2011年的沃尔夫条款 更为明显 就是禁止大陆的所有人士参访NASA NASA的所有活动都不能够允许 中国大陆的产观学界 甚至任何人进来做普通的交流 那么到了川普时期也是一样 都有持续什么呢 就是大陆的很多航太的大学生 禁止进入美国 甚至也针对大陆的很多航天 相关的企业进行制裁 那这些制裁都说明什么呢 都只能说明美国的不自信 所以过去来大陆总认 我们好像是比较落后 错了如果落后的话 美国根本不需要封杀 所以现在比较进步的是中国大陆 那么中国大陆在目前为止 取得了哪一些的成就呢 就是你不让我进国际的太空站 然后大陆就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所以国际的这所谓空间站 它是美国 俄罗斯 日本 欧洲 合建的 大家一起搞的国际太空站 中国大陆是全球独家 自己有的空间站 就叫做天宫 那当然它也欢迎全世界各国 跟它一起享用 那么同样的 比如说在这个卫星导航的系统 美国过去独霸的就是GPS 然后再来一个是俄罗斯的系统 那过去也是封锁中国大陆 最后中国大陆就自己搞了一个 北斗卫星 也是一样用得好好的 所以你越打压我搞得越好 那再来其实目前 中国大陆比较知名的包含是什么 就是在月球的探测项目上 是全球唯一 已经能够到了月球的背面 软着陆 仿视 并且成功带回土壤 石头 回到地球的 那当时就是美国 这是全球唯一的 因为美国还没有要到月球的背面去 就是地球上属于比较看不到的那一面 那当时美国还希望说 大陆帮帮忙 这你们带回来的这些东西 能不能够也让我们来稍微研究一下 那大陆就有很多网民觉得 你们当初封杀我们 结果现在又要来拜托我们 那么再来 比如说嫦娥6号 那它也是一样 就是要去做各种的一些调查跟研究 其实也不仅是大陆自己 它同时也悲载的 像是法国 然后意大利 就许许多多国家的科研的负载 就都拜托跟中国大陆合作 去进行到太空上的一些科学调查 所以这也显示了它在国际之间的合作方面 国际的话语权会越来越高 而且刚好就在这两天 央视大陆的国家航天局 刚刚公布一个最新的 就是未来大陆所规划的 叫做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的影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 所以它就规划出到了2030年 2045年 预计要在月球盖一个大型的科研站 好 里面有如何的轨道 里面有多少的基地 而且其实光取名就非常有艺术 因为有一些大陆的网友会说 我们中国盖的应该要叫 中国月球科研站 或叫什么中华科研站 没有 取名叫做国际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要向全世界开放 与全世界共享 而且其实你看 中国盖的取名国际 本身就表彰了一种自信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美国的这些有脑的人士 他们会如此担心 好 太空战力跟太空军事力 刚刚上次帮我们特别提到 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 其实现在美国紧张的 不只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这些战力之外 还有来自俄罗斯的 美国跟日本在4月24号这一天 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提出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决议案 他也呼吁了所有国家防止在外太空开发 或者是部署核武 或是其他大规模有杀伤性的武器 这一项决议我们画面上看到 这个安理会里面15个成员国当中 13国都是支持的 但是唯一否决的就是哪一个国家 俄罗斯 中国大陆的部分投下的则是弃权票 俄国认为说你们这个决议 根本就太荒谬了 而且是完全是政治化的一个考量 美国则是认为说这个俄国反对的行为 刚好说明了你根本就有所隐瞒 而且偷偷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一边是俄罗斯他的反控 一边是美日的这些控诉 到底谁比较有道理 判婷你怎么看 其实这是因为在投票之前 美方就已经先指控俄罗斯在太空上 要搞核武 要搞这些核子的武器 然后要来做一些攻击 所以先发动舆论 然后再联合国提起这个提案 因此这个提案本身就是针对俄罗斯来的 不过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关注到的是 在这个提案之前 其实俄罗斯有提一个修正的草案 就目前美国所支持俄罗斯所反对的 是说禁止在太空中有核武 或者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俄罗斯反对 美国就问了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可是俄罗斯现前提了一个修正 他是说要禁止在太空中所有的武器 结果美国反对 而且七个国家赞成 但美国反对 其他就是美国像日本什么的 也是跟着美国投 这就很有趣了 所以美国指责俄罗斯 你为什么要反对 就是不能够放核武呢 那俄罗斯就反问 那为什么你要反对 不能够放所有的武器呢 那因此答案就很简单了 因为美国没有在太空中有核武 所以他就不允许 他就可以要俄罗斯不要搞核武 那美国自己有太空中其他的武器 所以他就不能够让别人限制自己 在太空中有武器 就是如此的双重标准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在联合国过去所公开签述的 就是外太空条约等相关太空的规范 其实标准的很明确 就是太空中是不能够有任何 所有军事相关的设施 就在这个轨道当中 其实跟这个提案是一模一样 就是大家基本上已经签了这个条约 包含美国在内 本来是不太需要就是再提一次这个东西 因为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大家本来都在这个条约规范内 可是我们看现实层面当中 既然你美国也早就已经同意 但是公开的把太空当成是 所谓的作战疆域 是哪一国公开界定的 是美国 大力在推动外太空军事化的是哪一个国 还是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太空军 另外一个有太空军的国家是俄罗斯 其他没有国家有什么太空军 就公开在外太空搞这些军事化 说这是我们的作战疆域 我们要积极的发展 其实是美国 所以美国自己在太空军有这么多的部署 然后反过来指责别人 真的只能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你看这个所谓的太空军 他还要去指责说 大陆可能用太空的力量 然后来打台湾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胡扯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中国有太空军吗 中国太空军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说三体看太多 小说里面才有中国太空军 解放军是没有太空军的 解放军里面的航天部队 是干嘛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发射卫星 然后来当宇航员 根本不是来跟美国的太空军 做什么一样的事情 所以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好 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